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千万不能埋怨 一起来听 这世间万物都是缘分使然 冥冥中早已注定了 一位朋友曾经讲过一件事 他在街边小店准备买东西 但是遇到无良商家 故意抬高了价格 质量还不好 朋友就非常生气 于是就和商家理论了一番 理论完之后就走了 因为这个小店转角就是马路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就听到了爆炸声 朋友吓得说不出话来 我听到此处不禁感叹命运的神奇 如果不是争执的这几分钟 朋友早一点走 可能就会遇到爆炸 俗话说 有缘躲不开 无缘碰不到 缘起则聚 缘尽则散 我相信 这世间所有的安排都有它的道理 其实在生活中 我们还会遇到更多这样的事情 而我们应该保持平常心 千万不要埋怨 今天分享几个故事 也包括自己的经历 或许大家就能明白 一 升职未必是福 有一个朋友 平素学习甚好 升职有望 他也不愿违背良心走后门 于是倍加精进 修行行善 信心满满 以为势在必得 结果却反而被下放到一个偏远部门 于是心灰意冷 甚至将所供佛像打包准备送走 没想到 一场大火中 他是公司唯一一个幸存下来的 知道后痛哭流涕 重新把圣像供了起来 二 发财未必是福 另一个朋友 从事海外贸易生意 有一个大单 应是数千万级别 本该唾手可得 精进修行后却意外失之交臂 受此打击一蹶不振 没想到 一日打扫卫生 竟看到沙发上的报纸上的一则新闻 装在大单的货轮遭遇海难沉没 若是自己当时拿下 怕是要倾家荡产 方知是庇佑 钱是双刃剑 现在人们的生活虽然离不开金钱 但也不能过分追求 金钱虽然能给我们带来幸福的生活 同时也会带来灾祸 如果我们拼命地追求金钱 往往会适得其反 离危险越来越近 离快乐越来越远 三 严寿未必是福 有一位法医记录了一则案例 有一位美老板 双眼深凹 颧骨巨高 嘴唇轻紫 肋骨突出 大腿瘦得和胳膊一样粗 皮包骨头 伤口反复感染 全身皮肤溃烂 这副骷髅像足以让人做噩梦 按常理 这样的病人因为多脏气衰竭 早就没力量在支撑心跳了 但他却顽强而痛苦地活着 就是不死 而他一再表示 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死 死是最舒服的事情 因为每分每秒都在极度的痛苦中 甚至他拒绝进食十多天 心里严重衰竭 医生都认为必死无疑 他却又鬼使神差地活了回来 虽然高度病危 他却能日夜不停地嚎叫 对他来说 长寿就是活受罪 无独有偶 大陆有个高人 能够预先知道未来的事情 有一天 一个短宫染疫死了 短宫的妻子到山上来 请其他长宫相帮埋葬 高人知道了 阻止他们不要去埋葬 并且对他们说道 这个人还有许多苦难没有经过 绝不会就这么死了的 他的妻子回答道 气早已断了 难道还会火转来吗 他怀着一肚子的遗团 兴兴然而去了 然而第二天早晨 这个短宫果然又火转来了 后来命徒子不必多言 有一个女子 嫁入豪门却三年不孕 一日怀上男胎 勤念冷言却意外流产 婆婆不满 公公却让她闭嘴听她说 原来在媳妇流产前一晚 半夜她看到她的冤家 来到她面前对她说 我本来是要来讨回 你从我身上夺去的财物的 但我听到你媳妇念的经以后 我决定不要讨回我的财物了 我也不想和你结仇 没意思 但是我也不要住在你的家里 我要去找地方修行了 再见 原来她公公在兵荒马乱的时代 和朋友一起逃难 在朋友生病中 不但弃之不顾 还把朋友身边的资财 卷走一空 来到异乡 用这笔不义之财成家立业 几十年来积累的家产 已经过十亿 可惜独子晚婚 所以叛孙心切 哪想到 好不容易有个孙子 竟然是冤家来投胎的 本来还为了自尊 不愿意说出这件连妻子都不知道的丑事 但看到妻子因为爱孙心切 一再责备 一再责被逼迫媳妇 良心发现 只好说出来 她说 幸好媳妇修行 让她的冤家离开 否则 生了一个来讨债的败家孙子 不但自己烦恼 更害了儿子媳妇 后来努力行善 得了三个孩子 五 受冤被赶出家门 竟躲过大难 最后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告诉大家 他们帮助避难消夜的方式 有多么特殊 先说一个背景 我在大陆读书 然后我祖父家 离我学习的地方很近 可能只有十多分的路程吧 但宿舍反而在另外一个校区 比较远 于是我更习惯住在祖父家里 我祖父年纪大了 有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 这个也是上个月才刚知道的 这几年 有几次她也希望我回学校去住 但往往都只是说说 最近一个月 她常怀疑我要谋害她 这也是因为阿尔兹海默症 多疑症状所影响 在3月28日达到顶峰 当天晚上 打电话给家里个个亲属 连我父母都劝我搬到宿舍去住 于是后边两天都忙于此事 好在第二天经家里人劝说 祖父态度有所缓解 但我想着安抚各方情绪 还是在3月31号先搬到宿舍去住了 那么在3月28号早上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穿着防护服的医护和丧尸爆发 估计跟水族有关 因为从河里抽出的水被喷到天上去 我和一些人被墙壁围栏杀地围起来 我醒来后跟朋友说 这里怕是要闹瘟疫了 结果当天下午一看手机 真的出现了一例无症状感染者 但我这段时间因为家里的问题 还是颇为烦恼不满 正常人被至亲冤枉 然后赶出家门 搁谁心里也不好受吧 但也没太关注其他 没想到今天凌晨 无意中发现一个让我一身冷汗的事实 在我搬去宿舍第二天 4月1号就出现了一例病例 而且它所在的高风险点 离家不到300米 之后病例就进入了高速增长 更恐怖的是 离家一公里内就有四个风险点 就是说哪怕随便出门吃个饭 也可能感染或者带病毒回家 像祖父这种没打疫苗的老人 一旦遇上病毒 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即使我打了疫苗 还是要被拉去隔离的话 学业各方面也肯定会受到极大影响 简单地说 先是给了我提示 然后又通过这一场风波 让我和家人完美地避开了伤害 我当时还以为它闹腾是冤家的影响 其实是加持保护啊 我想说的是 以我们有限的认知 是无法与他们的智慧和远见相提并论的 为什么经典上用不可思议这个词 很多方式完全是你想不到的 看似是所求不满 受委屈 甚至很倒霉的事 背后却隐藏和蕴含着 令人惊喜的好处 总之 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都不要慌乱 要保持一颗平常心 这样才能够面对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而不管是糟心的还是顺心的 皆是自己的际遇 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变化 而佛法说 一切皆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鹿亦如电 硬坐如是观 也就是说 外部的环境皆是梦一样 而我们的心可以进行选择 因此 面对生活中发生的这些事情 只有保持理智 不埋怨 才有机会度过 但是一味的抱怨 失去的只会更多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